回想一下七年前蔡總統你開的所有的政見 我相信大家只有一句話可以形容 就是完全跳票 召開青年居住正義記者會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還不忘狂酸對手蔡英文 不過自己黨內才公布2024總統人選 直接徵召辦法卻不清不楚 你有把自己納入徵召在沒有人選之一嗎 好 謝謝 我幫你回來 不會 沒有要求援兼裁判 那徵召對象會是朱立倫口中的最強母雞侯友宜嗎 黨本來就有責任來為我們主要的候選人排除障礙 爭取支持 我作為黨主席能夠幫我們主要候選人解套 或者能夠幫我們主要候選人排除任何障礙 能夠減少任何爭議 就是我要努力的目標 侯友宜要撕掉落草標籤 朱立倫也鬆口解套 那代表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出局了嗎 我們一定要徵召最能夠勝選的候選人 真正能夠為民眾拼好日子 民眾希望的就是兩岸能夠安定和平 直線徵召人選時程都還沒個譜 自家立委更是做不住 要拖到六月你看到民進黨這樣一個步驟一個步驟一直上去 國民黨一個步驟一個步驟都沒有看到 我比較擔心這一點 但民進黨似乎是看到弦外之音 朱立倫換柱有前科 本席判斷有可能在上演換猴戏嗎 這個猜疑下去其實只是會加深我們整合的困難 那我個人認為就是說朱立倫 以他的這個政治判斷也不至於會犯這樣的一個政治錯誤 總統直接徵召是為了幫侯市長解套 還是替朱主席自己六條後路 六月才能見分校 繼續網頂捧一週采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